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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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库 华银合库 加上劳动基金总共准备了两千多亿 我问各位问题 这些钱要做什么事情 也是要买股票啊 如果他们准备了两千多亿要买股票 我问各位 是不是政策偏多 而且积极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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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完年后一定会喷出 你去想一个东西嘛 美股已经喷出了 台北股是没喷出 外资还在持续做多 看多做多 然后政策又偏多 而且积极做多 是不是万车政策积极做多 再来 我问各位一个问题 请问现在资金持续宽松 人行降准放钱3.4兆 好 我问各位一个问题啦 这个是上个月哦 这个还没发酵哦 来 封关那一天 你看到什么 封关那一两天 人行要做什么事 再释放两千亿人民币的活水 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他还在刺激经济嘛 为什么我跟你讲说 选后一定喷 好 来 你去看 上个月放水3.4兆 然后封关前那两天 又释放了两千亿人民币的活水 累计1月15号到19号 已经向市场投放1.1兆人民币 创单周新高啊 我问各位个问题 市场的资金有没有更宽收 是不是全球的资金持续宽松 是不是全球的资金持续宽松 所以我跟你 为什么我要去强调你 不要去预设立场 台北股市的大多头格局没有改变 你就不要预设立场 你就去做多就对了嘛 你不用自以为说 老师长完了 你去看这个东西 外资还在做多 政策偏多也积极做多 全是全球的资金持续宽松 没有吗 我之前就已经解释过了 美国降息的意义就是全世界必维持超宽松政策 那如果全世界都维持超宽松政策 我问各位 我问各位个问题 未来的指数会不会涨 一定会涨嘛 我讲过了嘛 只要全世界 我们不管经济现在经济好不好 当全世界所有的央行都在撒钱救经济 代表未来的经济一定会比现在好 所以未来的股价是怎样 照理说未来的营收 公司未来的获利 都会比现在才好才对 所以未来的经济一定会比现在好嘛 对不对 那所以为什么要买股票 为什么要买股票 你都知道嘛 全球央行的宽松比重十年来最高利用栽码 利率的地市场钱就越来越多 大家就越来越想要买股票 这个叫做资金狂炒 对不对 你去想一个东西哦 大户中十五三户全部都回来了 全部都回来了 对不对 所以你会发现哦 证券化波鱼额 买股票 买股票的钱 创下历史新高 外汇存底也创下历史新高 我想问各位问题 台北股市去过完年后会不会再标 当然会啊 有没有 美股已经喷出了 台股都还没喷出 外资持续做多 政策持续偏多 全球自清持续宽松 再加上这个 来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在大跌的时候 每一次大跌都叫你买股票 我们叫你买 我们叫你买 都是大跌哦 拜托 你会发现哦 每一次台北股市跌的时候 我都有叫你买 包含这里 老师啊 是不是大跌 是不是贸易大战要瞌睡了 是不是大跌 我跟你讲会喷出 是不是大跌 我跟你讲要买 有没有 原因我不解释 你都知道 我已经讲过了 我已经讲过 只要央行没升起 资金行情就会来 为什么人家看一万三 甚至有人看一万四 更有人看到一万六 所以我一直跟你讲嘛 多头是要怎么样 多头是要看多做多 绝对不要预设立场嘛 所以过完年后 你还是怎样 你还是要做多 老师我不知道要买什么 我要跟你讲 这就是为什么 你要看我节目的原因嘛 我为什么要特别录这一集节目 因为我要跟你分享 未来最标的股票 未来最标最标最标的股票 所以你一直看完嘛 来 我问各位一个问题 我问各位一个问题 有人看一万三 有人看一万六 那为什么看一万六 你去想一个东西嘛 过完年为什么一定会涨 过去三十几年来 第一季上涨几率最高 上涨幅度最大 什么意思 第一季是过去这一整年里面 过去这三十几年来 通常第一季上涨几率最高 也就是说第二季第三季四季 第一季不一定会涨可是第一季一定会涨 而且重点是 它的上涨幅度是最大 也就是标股最多的那一季之那一季 也是第一季啊 那我问各位你要不要做多 为什么人家跟你说选后工会涨 来你再去看哦 扩大开放 与美经济合作 今年经济稳中向好 趋势不变 这中国大陆嘛对不对 那我刚才跟你讲过了嘛 来 贸易战和解 一是开放 一是开始 二是大解放 这是未来的利多嘛 因为我们都知道贸易战第一阶段和解了嘛 可是问题来了哦 第一阶段关税有没有减少 没有 可是我跟你讲第二阶段 很多关税都会减少 甚至取消 所以我问各位个问题 过完年后台北股市会不会大涨 美股已经喷出了 你说台北股市为什么不喷出 因为要放假嘛 所以 大家会比较 怎么样会比较保守 可是放完假就不是这么想了哦 你过去比较偏保守的 因为要放假 再多天 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 所以你一定不会先买股票嘛 你一定等过完年后嘛 可是我要告诉各位 过完年 这一段时间的变数是什么 两个变数嘛 如果美股没有什么变数 没有什么变化 我们都知道是财报 财报要公布 对不对 通常都是好的啦 所以过完年后 照理说台北股市要喷出才对 有没有 那假设啦 中间有一些变数 有什么利空什么利空 好 那又怎么样 过完 过年前台北股市要喷出 过年前台北股市没有喷出 美股已经喷出了 所以过完年就算美过完年这段过年这段时间 美股有压回 那又怎么样 所以结论来咯 如果过完年后 因为过年这段时间美股有压回 那 过年后的低点 可能是这一波的最后买点 有没有 所以结论就是要喷出啦 所以还在想第一遍 台北股市会长 我都讲过了嘛 封关那天我都讲过 所以再强调一遍 你还是要做多 你还是要做多 再强调一遍 你赶快买一下做多 重点来咯 请问你又说 我是每天买股票吗 当然也不是啊 我每天都叫你买股票 但是我是从头到尾都只是买股票而已嘛 我会买会卖对不对 上面叫做包刷包西 我问各位个问题啦 红硕连标山跟掌停板 我有没有叫你卖 我不是只叫你买而已哦 连标山跟掌停板过程我不讲哦 我当时跟你讲的红硕 请问标了山跟掌停板 我叫你做什么事情 我叫你卖啊 我叫你获利出去啊 有没有 我包含九阳 我是连狂标一遍 我在头跟你讲的 在这里 我是不是在这里跟你讲的 你自己看哦 我什么时候跟你讲的 什么时候跟你分享的 在这里对不对 在这里对不对 是不是在这里 然后掌了一遍 我跟你做什么 我们做什么事情 大获全是因为我们赚够了 我节目上公开预告 你都知道 然后我们卖掉了 才叫你去买讯心嘛 对不对 我们叫你买讯心 有没有 来 讯心 什么时候告诉你的 什么时候跟你讲的 是不是在这里跟你讲的 是不是这里跟你讲的 封关前陛 现在你看过很多遍了 大涨一大波 对不对 这个都不是我今天要强调的 这都不是我今天要强调的重点 做股票是有买有卖 然后再买再赚 对不对 这就是为什么 前面我跟你讲的前景 大涨了1.57倍 大涨了1.5倍之后 有没有 我在上面叫你卖掉 你看我的节目 你都知道 什么叫做 包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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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的节目 我在这里叫你买的 我是不是在这里叫你买的 我是不是在这里叫你买的 然后喷出来到这里 我在节目上公开 我跟你讲我要卖 我怎么讲 我还教你怎么卖 对不对 你如果看节目 你都知道 然后叠 跌下来 我又叫你买回来 为什么 不用再研究了 你都知道 你都知道 你去想一个东西 为什么一档股票可以这样子标 为什么一档股票可以这样子标 一定有原因 一定有原因 对不对 然后为什么要买回来 它又跌回来了 你去想 它前面为什么可以这样子标 所以 它要回来 打完底 是不是可以再买 什么机会又来了 我老师 去这么多了 对不对 我再强调一遍 真的让你赚最多的是这个 过年前 全市场最标 我没有跟你讲 我没有跟你讲 标到封关 还创历史 创波段新高 过去这段时间 全市场最标 当时我怎么告诉你的 当时 有没有看到 亮线价行 站稳即现准备要喷出了 站稳即现准备要喷出了 然后股价大涨怎么样 大涨84% 我还没给你预告 我老师你还有跟我说 麻烦倒门 你什么 我没有跟你讲 我要带你买这只股票 2020年的世纪大标股 老师多一支股票 你跟我说 来 我们一镜到底 来 高利 2020年的世纪大标股高利 来 你继续看 亮线价景 有没有 两拥出来 站稳紧现 准备要喷出了 是不是高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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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到我回到现场 有标吗 84% 过去台北股市这一段时间 过去这一个月台北股市有标吗 没有 可是我跟你分享的股票怎么样 狂标84% 对不对 很标吗 如果过年前 你买高利的是不是赚到翻掉 那过年后呢 老师过年后要买什么 为什么你要跟我播特别节目 我要再强调一遍 因为我要跟你分享 我所知道 未来会狂标的股票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今天要跟你分享这张股票 万王之王 未来最标 最标 最标的股票 那为什么它是最标最标的股票 你跟人跟你说 我问你一个问题 我之前有没有跟你分享 5G的散热 我跟你分享的泰塑 我跟你分享的超重 表几倍 我今天不是要跟你炫耀我赚几倍 因为现在你不可能买这些股票 这是之前我跟你讲的超重 这是我之前跟你讲的泰塑 而且我跟你分享两次 有没有 来因为比较比较之前 可是我不是用嘴巴讲的 来我之前跟你分享的时候在哪里 这操作过程 飙三倍之前 我怎么告诉你 泰塑飙三倍之前 我怎么跟你讲的 有没有 反走过并留下痕迹嘛 那个时候才多少钱 从三字头飙到一百一百多块 对不对 对不对 来 我之前跟你讲的散热 泰塑超重 接着我跟你讲的 金测 这太久了 米小的就不要再播了 金测 有没有 我今天也不是要跟你炫耀说 金测赚多少钱 闪电一号 金测 我跟你分享的金测 狂飙 一点七倍 买十丁炭一千两百七十四百 有没有 那请问你告诉我 你现在还会想要买金测吗 我当时跟你讲的时候在哪里 我当时跟你讲的时候在哪里 是不是在这里 是不是在这里 后面才跟你讲前顶嘛 一百五十七八嘛 一点七倍嘛 那未来呢 老师啊 你不用用嘴讲的啊 狂飙一百七八 我知道啊 你当初敢有跟我讲 你敢跟我介绍 你在这之前敢有跟我介绍 四百块的时候 你敢跟我讲 表到一千 一百多块 老师你敢有预告 你敢有跟我讲 麻烦导播 不是啊 确定这样一码的 然后我问你这个问题 有谁不知道的 你就算不知道 你也知道颜色吧 你也分得出来吧 我就带你买这支股票啦 我就带你买这支啦 我带你买这支啦 这支叫啥 这支叫啥 闪电一号 金测 答对 送你 标起来就跟闪电一样的 超级标股 老师啊 敢真的来标 来 三角形 重重点来咯 它是历史谷底 然后出现大三角 整理突破 有人说老师 很贵的四百几块 我再想你一遍 它高的时候 是一千五百多块 现在是在历史谷底 然后进行三角形突破 可不可以买 当然可以买 我跟你分享 闪电一号 金测 要火山爆发了 欢迎到回到现场 请问你告诉我没有狂飙 你只要买十张就好哦 买十张 大赚一千 两百 七十四万 这个叫做过去式 因为我今天要跟你分享的股票 叫做万王之王 为什么要叫你买这支股票 我再强调一遍 我跟你讲过了哦 你今年要买什么股票赚最多 去年我跟你讲的泰塑跟超纵 我就讲泰塑就好 操纵不要再 操纵不用讲啦 就只有这支就好了啦 起几杯 后面再来跟你讲的精测 狂飙多少 狂飙一点七倍啦 有没有 一点七倍 再来跟你讲的潜艇 你有拿到的 请问你告诉我 最近我们要再做对不对 为什么要做 为什么 5G嘛 一开始是散热嘛 我跟你推荐两档嘛 一个叫泰塑 一个叫操纵嘛 再来呢 晶圆检测叫精测嘛 专期唯一跟你讲精测的啦 全世界 全市场在这里 跟你讲的 一点七倍 一点七倍 然后呢 后面跟你讲潜艇 也是5G嘛 一点五倍 有没有 有没有 这一点七倍啦 这一点五倍啦 这个两三倍啦 二到三倍啦 有没有 泰塑也好 操纵也好 你都赚到了 我问各位个问题 那未来呢 过完年后 有没有像这样的股票 这才是你今天看我节目的目的嘛 未来 接下来我要跟你分享的 我要跟你分享的是 未来的第一标股 它叫做万王之王 未来 最标 最标 最标的股票 为什么是最标的股票 我问你一个问题啦 现在你会去买泰塑吗 现在你会去买金测吗 啊 前定嘛 表一点五 一点五倍了嘛 所以你现在要买的是未来 会狂标的会像泰塑的股票 会像金测的股票 会像钱顶的股票 那就这单股票啊 万王之王啊 这就是我今天要跟你分享的股票 它叫做万王之王 未来最标最标最标的股票 因为所有的资金 所有的买牌 所有的力量 都要买进这支股票 都要锁定这支股票 过完年 全市场最标的股票 就是这支啊 小心标翻天 称霸整个2020 就像我跟你讲的钱顶 就像我跟你讲的金测 就像我过去跟你讲的操纵 我跟你讲的泰塑一样 未来最标的股票 未来的第一标股 万王之王 小心标翻天 称霸整个2020年 我再讲一遍哦 只要你有来 你就赚得到 只要你想要 不用客气 不用想太多 你今天来就对了 这支股票就是你的 万王之王 今天要送给各位 不限任何命额 我们也不传真 过完过年这段时间 只要你有看到我节目的 这支股票 你都可以来拿 电话只要播得通 我们不传真哦 电话开通 直接送你 万王之王 未来会标翻天 未来会标到疯掉的股票 今天你只要电话播得通的 免费送给你 打电话 敬网告 2020股票毕临 亚太国际证券投顾 官网服务宽如蒂林 请搜索关键字 亚太国际投顾 顶尖团队顶级享受 软体下载专业研究 亚太国际证券投顾 02 8512 5858 全新的操盘策略 全新的尊荣服务 创意理财 尽在亚太国际投顾 02 8512 5858 涨停 涨停 又涨停 你抓住了吗 亚太国际精英团队 眼光犀利 惊艳老道 专业领航 强势获利 亚太国际投顾 陪您拥抱财富 02 8512 5858 2020股票必赢 188当您旺一整年 让您财运滚滚 财运分通 支付专线 02 8512 5858 8512 5858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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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襄胜举 有钱大家一起赚 过年前我跟你分享的股票 有没有全市场最标 欸高利啦 我问你一个问题啦 过年前 全市流上最欧表 就我的股票最欧表啊 我就跟你讲高利啊 请问高利有没有标 你现在你都看到 赚都快发疯了 对不对 来啦 我问你一个问题啦 为什么我现在要跟你讲 我问各位一个问题喔 高利有没有标 过年前全市场最标啦 很标吗 我问各位一个问题 我之前跟你分享的前景更标 有没有更标 我之前跟你分享的精测 有没有更标 那更不用讲这个啊 更不用讲散热了啦 泰塑 操纵 泰塑 分享两次 泰塑 操纵 有没有 欸我不是用手说的喔 还没标的时候 欸 操纵啊 一百块你没要买 标到三百块你才要买 泰塑三十块你没要买 标到一百块你才要买 对不对 请问你多说 是不是标翻天 是不是标 是不是全部都标翻天 那未来呢 有没有像这样的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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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支啊 就是我今天要跟你分享的这支股票 再强调变喔 只要你有来 你就赚得到 只要你愿意 只要你想要 电话只要播得通 今天通通都跟你分享 我们今天不传真喔 电话你只要卡得通 都可以拿到这支股票 他叫做万王之王 我要把最好 最棒 最标的股票跟你分享 未来全市场最标 最标 最标的股票 老师哪一档股票 万王之王 就这一档股票 今天你有看到这一档股票 你都可以拿到这支股票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如果过去散热你没赚到 哇 标两三倍 今次你没赚到 标1.7倍 潜艇你又没赚到 那未来的第一标股 你要不要 就是万王之王 就是这档股票 未来最标 最标 最标的股票 我今天要跟你分享这支股票 你一定要拿到 今天都不限任何命 不用客气 你就没有想太多 你今天你要做一件事情 电话只要播得通 过年期间 只要你有看到节目 电话只要开通 直接告诉你 哪万王之王是哪一档股票 免费送给你 都不用客气 我们今天不传真 所有的 未来的 未来最标的股票 因为所有的资金 所有的买盘 所有的力量 现在都会锁定这支股票 过完年 全市场最标 未来的第一标股 我今天要跟你分享 过年期间 你有看到节目的 通通都可以来拿这支股票 小心 飙翻天 称霸整个2020 就像我之前跟你讲的超重 100块 比较300块 我跟你讲的泰索 分享两次 狂飙两三倍 让你赚到快发疯 后面我跟你讲 散热 我跟你讲的晶元检测 晶测 1.7倍 我跟你讲的前顶 1.5倍 现在全市场过完年 最标的股票 小心标翻天 称霸整个2020年 他叫做万王之王 今天节目看 你有看到节目的 免费送给你 电话只要播得通 他就是你的 打电话 祝你收视力 再见 2020股票必赢 188